阿二哥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你就没有真的喜欢我 我愿意负责 可是你家人这个要求 我不可能答应的 长痛不如短痛 咱们要是没缘分我也不强求 娘 你非要这样吗 不是我非要这样 当初说好的 她便挂 那我们放着叫声罐养养你这么大 又不是嫁不出去了 这个脾气 老娘还不惯着她了呢 阿二冷笑 抬脚就要走人 慢着 善姐 她们太过分了 老太太 你也不是糊涂的人 女儿是你亲生的 非要闹得退了亲 你女儿就能好过了吗 咱就说吧 这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抬头娶亲 我让阿二给你们道个歉 婚事继续可好 不是我不讲道理 你答应了厂子给他们的 我只是想要兑现你的承诺 我是说过的 但是不是送 是卖给她 也不多两千两银子 全天下都找不出 我这么仁义的主子来了 算起来 她跟我只是主仆一场 非亲非故的 我做到这个份上 已经是天下难找了 说句难听的话 又不是我儿子 你女儿嫁过来 争个家产 也能理解 你糊涂地跟我叫这个劲 真的挺难理解的 如果你真的心疼女儿 我们家阿二的聘礼足够多了 你女儿要是拿得出 两千两银子来 我把厂子卖给你 算是她的陪价 这才是你的面子呢 你能做得到 你明知道我家没有那么多钱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你方家谁做主 一家有一家的规矩 长辈说话 谁都来插嘴 能办成什么事了 你算什么长辈呀 还滚到我们家里的事来了 这以后他们俩过日子 还不得天天看你脸色呀 你住口 敢对我相姐放肆 信不信我偷你 别以为你是女人 老子就不敢打你了 这门亲事不要也罢 相姐能管我 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对老子指手画脚的 婚姻是姐两心之好 既然方家看不上我家阿二 就此作罢了 咱们走 慢着 相神医 留步 留步 有话好好说 阿二 枯架呢 差不多就算了 喜事还是要笑着出门子的 好事多磨 婚事挫折多了 以后就过好日子了 方婶子 池婶子 接新人了 好 新人出门子了 鞭炮点起来 颅骨敲起来 热闹起来啊 没有人搭理方大嫂 也没有人再说场子的事了 方家四哥背着方雨 阿二扶着她 一起出了门 送到了花窖里 媳妇 这是我媳妇 阿二眼急手快 一把就把她推开了 滚开 你谁啊你 抢亲抢到老子头上来了 你找抽呢你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 阿二哥哥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不认识她的 你们赶快我妹妹名上 打死你们 眼看两边就要打起来 我要媳妇 把我的媳妇还给我 我不嘛 都住手 怎么着 抢亲啊 我们先定下的亲事 谁抢亲了 方家有闯人气的没有 一女家二夫 没有这么做事的 我们没有啊 谁答应你家亲事了 三没六片可都没有 你敢坏我女儿名声 老婆子我跟你拼了 三里六片好说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婚书 你女儿和人家儿子的婚书 啊 这不可能 我们根本没有办这个 这个肯定是假的 县衙盖着大印 方语就是我徐家的儿媳妇了 说破大天 我家都有礼 不 我不要嫁给她 我都不认识她 相亲 你求求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家小语的生辰八字 都有谁知道 这事很麻烦的 你们要是无意和人家结亲 别给八字啊 我想起来了 杨婆子 是不是你啊 你给徐家说亲 拿走了小语的八字 你个黑心干的老气婆 我家跑你祖坟了吗 啊 你这么害我家小语 我跟你拼了 哎呦 我也不知道啊 徐元婉 你不能这么坑人的 我可没答应说这门亲事 就是帮着提一提 怎么就弄来婚书了呢 你可是收了我十两银子的好处费 现在想不认账了 我还要谢谢你这个媒人 谢媒礼 给你包得厚厚的 这门亲事 我徐家要定了 方语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别怕 我来处理 徐元婉 你到底想做什么 方语现在是我的妻子 三媒六聘取回来的 你想带她走 要问问我答不答应 小姐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明人不说暗话 你们偏偏这个时候来抢亲 早有预谋吧 想要什么 明说吧 不愧是相神医 聪明 我也直说了 您看看我这个儿子 只要我儿子能好了 这浑书我马上撕了 还送上贺礼 祝福二位新人 你一个傻孩子 让人家相神医给看 亏你做得出来 这么缺德 活该断子绝尊 来人 把他牙都打掉 不会说话就闭嘴 徐家家丁冲上来就抓人 阿二一脚一个踹飞了 徐元婉 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 不带这么做人的 想让我相姐给你儿子治病 你最好乖一点 我相姐的脾气可不好 别惹她生气 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相神医脾气不好 可是人都有软肋 相神医重情重义 在下只能出此下策了 相神医举手之劳的事 你说是不是啊 相亲瑶冲那傻子招招手 你过来 我给你看看 不去 我要媳妇 给你糖吃 有糖要什么媳妇啊 媳妇还得跟你抢糖吃呢 那我不要了 我要糖 相亲瑶给她一包沃丝糖 是准备哄下下的 便宜她了 相亲瑶又在她耳朵 在耳边低声的嘀咕了两句 小傻子黑黑一笑 突然冲到徐元外面前 抢过婚叔就给撕得粉碎 下雪了 下雪了 仙女散花了 徐元外都傻眼了 真是坑爹的好儿子呀 抬手就想打 最终却放下来 罢了罢了 都是命啊 爹以后养着你 开心就好了 这次迎亲一波三折 我要跟着漂亮姐姐走 漂亮姐姐 你带着我好不好 我要吃糖 让你爹给你买去 我又不是你娘 欠你的呀 娘 轩儿想吃糖 为了糖就喊人家娘 热热闹闹地把新娘子 送入了新房 姐 什么事 没事 就是想 过几年你也要娶亲了 姐要给你操吃婚事 年纪轻轻的 我怎么就当正经长辈了 姐 我不娶心 我要考状元 当大官 孝顺姐姐 那不一样吗 还是把我当长辈供着吗 吃大名 真是腹黑 宁可入赘 也要把姐姐站下来 她是不是早就看出来 姐得美好了 姐 大名哥哥呢 过年了 她不回来吗 你们是不是 哪里不对劲啊 没有说 估计回不来 她忙自己的事呢 哪里不对劲 你指什么事 就是没有二二哥哥 和小语姐姐那么黏糊 我看二人 恨不得变成一个人才好呢 刚新婚 都黏糊 你要是娶了喜欢的人 肯定也黏糊 小孩子家的 琢磨人家两口子的事 做什么 我可告诉你 你还小呢 别说什么男子 十五六岁就要成亲的话 咱家的孩子 最少得二十娶亲 女孩子十八岁以后 生的孩子才健康 姐 大猪 我没那么想 那个 我去大猪客家里拿鱼 我去了 谢嘴赶紧跑 怕了怕了 都说到生了孩子了 向姐 我去厨房帮忙做年糕吧 要是拿来卖的话 肯定赚钱的 你要是觉得好 可以去试试啊 阿尔养土厂的活有点脏 还累 不适合女孩子 你可以做年糕卖 女孩子能赚钱 更有底气 还能带着村子里的婶子们一起赚钱 看谁还敢说你一句不好 八戒还来不及呢 我能行吗 试试呗 试试又不花钱的 家红姐的酒楼可以上几道年糕做的菜 销路肯定是不愁的 有困难 咱们一起解决 有向姐支持 肯定能行的 你先去厨房和厨娘好好学 这个其实挺好做的 嗯 我马上就去 谢谢向姐 阿尔也高兴 方雨有了事情做 很快被村子里接纳 你去县城 把所有的糯米都买下来 年糕也没有太多技术含量 得从原材料下手 明年可以自己种一些 以后想靠这个赚钱 就要学会创新 过了年 去嘉红姐店门口摆个摊子 做年糕甜点和炸年糕卖 那个才赚钱呢 只卖年糕 也就赚个辛苦钱 好 我马上去 甜点 还要向前你多指点 小雨做出来的 没有您做的好吃 别拍我马屁 都一样的东西 怎么不好吃了 小雨是舍不得放桂花蜜 也可以用红糖代替呀 红糖补气血 年糕做成圆丸子 十多个丸子 加点红糖水 热乎乎的喝一碗 女人和孩子肯定喜欢 一碗卖五文钱 谁都会来尝尝的 要学会创新 去跟你媳妇商量吧 别来烦我了 谢谢姓姐 那我去了 不过这么一忙啊 送年节礼的事 就给耽误了 只给娘家烧了礼物 人就回不去了 看着价值不菲的礼物 也都开心不起来了 老娘还没死呢 你们一个个 哭散个脸 小雨不回来 你们都是死人啊 不会找过去呀 好好的道个歉 赔个不是 她还送年节礼来 心里还是有娘家的 也别眼红她的买卖 少跟老大媳妇学那眼皮子钱 感情处好了 小雨以后能不拉扯你们吗 现在就去 给向沈医也备一份厚礼 她帮老娘治病 咱们还没感谢人家呢 娘说得对 我马上就去 准备了些家里的腊肉 去镇子上买了好些礼物 连夜去回礼 方家大嫂也厚着脸皮来了 赶了一天的路 进门就道歉 小雨啊 大嫂亲自来给你道歉了 都是大嫂的错 差点害了你这一生 大嫂知道错了啊 恨不得给你跪下赔个罪呢 使不得 大嫂 你这不是折我的兽吗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屋里坐 方大哥带着谢礼 去见了向青瑶 向青瑶不冷不热地 给打发走了 县里来了一些陌生人 包下最大的客栈 看着挺有排场的 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咱又不是县太爷 不妨碍咱们 咱就不操心了 也是 之前轩衣卫一直找麻烦 我担心又是找咱们的 不过我打听了 不是轩衣卫 咱们终于啊 能够安稳地过年了 我回去了 夏季有事喊我 你媳妇娘家人来 肯定是听说咱们年糕的生意了 有没有提出来 分一杯羹呢 他们也得有那个脸啊 敢说一个字 我把他们打出去 这种看到贫义就冲上来的惊奇 我才不会惯着呢 别那么大火气啊 都是血脉亲人 断不了的 既然知道错了 以后还是要好好相处的 人都这样 须利而往 方家人也不例外 咱们和他不是一个县的 不妨碍咱们的生意 你拉扯一下 娘家人好过了 小雨在家里也有地位 将来孩子还要回姥姥家 见舅舅呢 别闹得生分了 怎么了 你有意见 没 没有 我只是没想到 向前你竟然会原谅他们 我都看着他们挺烦的 亏他们有脸来 你说我脾气变好了吧 此一时比一时 人都会有改变的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也愿意大家都好 反正是你们和他们相处 又不是我 你看着办 回去吧 好嘞 小雨肯定高兴 我走了 你媳妇高兴 家里的气氛才会好 你别忙了 坐下 我有事跟你说 方雨心里咯噔一下 你说 我听着 你娘家哥哥嫂子们过来 我也知道他们什么心思 都是一家人 我能看你面子 不跟他们计较 明二哥交给他们秘方 还有炸年糕 甜点 都交给他们 让他们过年 去你们县里卖了 也赚点钱 来年日子也好过些 二哥哥 你说什么 你愿意把配方传给他们 他们那么对你 你还愿意帮他们 我都替他们扫得慌了 好了 这不是看你面子吗 要不然老子不抽他们都是我脾气好了 这点事 不值当掉眼泪 让人家看到了 还有我欣赴你呢 要不要和向姐说呀 你放心 这就是向姐交代的 向姐面冷心善 我以前跟你说 你还不信 她是我见过最善良 最好的人了 王家红和阿大 也关门回来 你温柔点吧 生出儿子来 皮得不行 生个女儿 更有你受的 从你进门 我这耳朵就没清净过 嘿嘿嘿 哎呀 妹子 你嫌我呱噪了 行行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我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孩女孩都一样吗 现在知道了 会少了期待感 不想跟你说 来 我来给你把把脉 学点医术 试试看 把脉能不能准 行啊 你这话传出去 没人敢找你看病了 把脉都不准 算什么神医啊 怀孕看着简单 其实很辛苦的 让阿大给你揉揉腿 后期会浮肿 晚上起夜住一些 知道了 哎 年夜饭 要不要请那个谁过来啊 不请也不合适啊 请他吧 他那个人最会给人添堵了 说些什么不该说的 多扫兴啊 他说的是王秀莲 请是肯定要请的 不能让他一个人吃年夜饭 这就要嘉红姐你出面了 敲打敲打他 不该说的别说 尤其是重男轻女的话 孩子们呵呵气气的 哥哥们疼妹妹 他老是挑事 怪气人的 放心 交给我了 我来做这个恶人 好好给他上上课 干嘛瞧不起女人呢 好像他不是女的似的 是 嘉红姐出面 我自然是放心的 王嘉红去给王秀莲上课 阿娘 大明叔叔会不会回来 和咱们一起过年啊 他去干嘛了 我想让他教我射箭 大明叔叔忙着呢 教你射箭 阿娘也可以的 不用等他回来 我想让大明叔叔 带我骑大马 村里虎子的爹 就让他骑大马 骑大马呀 这个好办 咱们院子里有驴子 骑驴玩 等你长大些 买一匹小马鞠回来 你可以骑真正的大马 好吧 那我去玩啦 今天是年三十 一些大菜需要向青瑶亲自做 他去厨房准备了 王嘉红气喘吁吁的进了门 像是身后被狗碾似的 哎呀 惨了惨了 小妹子 天要塌了 没事 有高哥顶着呢 你慢点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哎呀 是真的要天塌了 你猜我在迟迟看到谁了 谁呀 鬼吗 可不就是鬼吗 是池青鞍 他回来了 不是说他战死了吗 抚恤银子都送来了 怎么又诈时回来了 哎呀 小妹子 怎么办呢 哎 饭也没心情做了 他需要静一静 嘉红姨姨 阿娘不高兴吗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我问大明叔叔 阿娘伤心了 我去和阿娘道歉 我都知道错了 不应该是这件事 姐没有那么小气的 哎 别讲那么多了 不是你们的事 是有别的事 到底是什么事 小红姐 你去告诉我们好不好 我们也好有个准备 待会儿姐姐来了 我们也不会说错话呀 秋白 冬志 春王 夏夏 你们的爹回来了 什么 犹如一道惊雷 劈在众人头上 他们爹回来了 大明哥怎么办 象姐还算是 十家媳妇吗 这事 有点难办呢 爹回来了 大明叔叔 还是咱们的后爹吗 会不会跟咱们 住在一起呀 小孩子啊 少操心那么多啊 这个得看阿娘的心思 啊 象青瑶走出房间 站在堂屋门口 看到一道青涩的修长身影 王秀莲走进来 他对持青安 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当初向昭帝 来咱们家的时候啊 一张脸还没这么好看 是咱们家风水好 慢慢养的 才有了这人模样了 像是啊 你男人回来了 你别杵着了 赶紧的接他进屋 我儿久死一生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婆婆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了 你儿子是回来了 可是跟我没关系的 我男人还在外面 赚钱养家呢 你 婆婆 不该说你家风水好 你别忘了 是我给你治好了瘫痪 是我福运好 你有现在的好日子 都是我的福气 跟你家可没多大关系呢 多谢你治好了母亲 照顾我的孩子们 你做得很好 持青安感激不尽 你还算懂事 那就应该做个人 别忘恩负义就好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 吃饭吧 正好是大年三十 咱们吃顿团圆饭 好 吃饭 春王啊 爹回来了 怎么不喊人呢 爹 你这孩子 你爹从小最疼你了 你就一点不关心 他多不容易才回来呀 春王是我儿子 你想作威作福 找你儿子去 别对孩子撒气 纸丧骂怀的几个意思 有什么冲我来 他回来就了不起了吗 孩子们是不是还要三跪九寇的顶级膜拜呀 像是 你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我知道这些年你辛苦了 可是那也不能对长辈不敬啊 给我您道歉 爹 你别凶阿娘 是我的错 阿奶 对不起 算了 算了 像是对这个家劳苦功高 我这条命都是他捡回来的 他是家里最大的功臣 你别生气 咱得感恩啊 不许凶阿娘 阿奶坏 阿娘给你吃给你穿 你还骂阿娘 你是坏阿奶 父亲 你应该和阿娘道歉 你和阿娘并无感情 他善待老人教养子女 如果没有他 你现在回来看到的只会是阿奶的坟墓了 相界已经不是他持家的人了 这个房子是相界一手置盘的 想知道 左人要点脸 你以为你回来了 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的了吗 持清安 失笑一声 想不到 你还挺得人心的 不错 我对你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他们这些人都算是什么人啊 他们算是我的同伙吧 我看这顿饭也没法吃了 嘉宏姐 你带着孩子去隔壁院子吃吧 我和他好好聊聊 别当着孩子的面吵 我费心费力的养这么大 你们不心疼孩子的感受 我还心疼呢 秋白 你是长子 照顾好弟弟妹妹 阿娘没事的 放心吧 姐 你放心 我照顾好他们 冬至冲凹 怎么走 夏夏 谢随哥哥抱着你啊 我不 我要保护阿娘 我力气很大的 谁都不能欺负阿娘 知道夏夏厉害 阿娘还能保护好自己 你要多多吃饭 多多睡觉 早点长大了 才能保护好阿娘 跟谢随哥哥去吧 听话 好 我听阿娘的话 谁敢欺负阿娘 我一定帮阿娘打回去 小拳头往桌子上 狠狠地一捶 碗蝶都被震得跳起来了 足有两寸厚的桌面 隐约看到了一些裂纹 夏夏的内力又长进了 这个小女子 竟然有如此大的力气吗 真是意外之喜啊 长大了肯定能帮我做好多事情 孩子们都走了 我儿回来了 你那个坠婿 趁早打发了 看在你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 我还认你是我持家的媳妇 不计较你不守妇当 跟那个男人的事情了 哼 你持家是有江山啊 还是天皇贵胄 我是不是还要感恩戴德 给你磕头谢恩呢 这么亏心的话 你也说得出口 我看你年纪这么大 一直不跟你计较 你当我好脾气啊 老儿不死 视为贼业 古话说的真是一点也不假 你放肆 你这是谋逆之眼 传出去 想害死我持家吗 王秀莲又想抹泪诉苦了 向青瑶一瞪他 少来这一招 这是我的家 我盖的房子 大过年的 想哭回你家去 别来恶心我 看来你在外面 看来你在外面也见识不少啊 谋逆都知道啊 看你也不像是从底层爬上去的大将军 倒像是个吃软饭的 不会是傍上金主了吧 人家一锦还乡都是敲锣打鼓 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 你这样子 不对劲 持青安难言震惊 他到底是个什么咬你 这般见识 会是一个普通村妇男友的吗 够了 你别乱说 我有我的事情 不需要给你交代 见过不要脸的 倒是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你老娘孩子都是我给养过 现在回来检线城的 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敢问 您是人否 持青安强忍着怒意 我没有不感谢你 自然会给你补偿的 给我钱吗 不好意思 我最不缺的就是钱了 我给你钱 麻烦你消失 可以吗 不 带着你的亲娘 我早受够你这个愚蠢糊涂 还爱搅事的娘了 要不是看孩子面子 这种人 早给我撵出去多少回了 持青安眼神闪烁 他心思敏锐 看出他对孩子的在意 还有孩子们和他的感情也很好 我是要走的 但是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走 向青瑶果然变了脸色 谋底闪过杀意和怒意 于心于理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我带他们走 谁都拦不住 向青瑶冷冷地盯着他 脑子里闪过了无数种他的死法 不过他很好地收敛了杀意 他有了防备就不好下手了 杀了他很容易 可是毕竟他是孩子们的父亲 视若亲娘的后娘杀了父亲 孩子们肯定会很难过的 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用杀人来解决的 持青安看他不说话 以为他拿捏住了向青瑶的软肋 一瞬间 持青安想起了无数算计 持大明呢 应该把他找来 给他一笔钱 他在咱们家辛苦几个月 不白让他忙活 你闭嘴 多说一个字 信不信我把你丢出去 持青安有了别的打算 也想要稳住他 劝着老娘 你先和夏人回去吧 我和他说个话 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咱们家的人 那个坠婿 也就比奴才强一点 必须打发了 我知道了娘 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持青安是一点没把持大明 放在眼里 印象中老实木讷 老黄牛一样给家里干活 索性弄死了干净 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让自己也面上无光了 王秀莲一走 我现在在金师生活 算是站稳脚跟了 我这次回来 是想带着孩子们过去的 向青瑶冷漠看着他 等着他接下来会放什么屁 当然 你对这个家付出颇多 你要是想跟着的话 我可以考虑 那你打算给我什么身份呢 瞧你的样子 也不像是一家之主的样子 打算怎么安置我 我的太太 你是做不来的 我也是为你好 不过 可以作为孩子们的奶妈 你还能和孩子们在一起 奶妈子啊 我是不是还该谢谢你的施舍呢 跟你走是不可能的 而且孩子们也不会跟你走 我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用打你的如意算盘了 你觉得 你有能力和我做对吗 那是我的孩子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我说你是孩子们的娘 都是给你脸了 你不配他们喊你一身娘 这两年是你赚到了别不知足 你说的对 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律法上 他们可是我的孩子呢 我配不配的 你说了不算 户籍上 他们都是我向青瑶的孩子 向青瑶早在持大名入坠的时候 就把户籍全换了 他是户主 持大名是坠婿 孩子们都在他名下 根本没有持青鞍这个人 估计不算什么 不过一张纸的事 我说改就能改 这一刻 他带着一股骄傲的自信 对官府都不大看在眼里 你能说说你在京师干嘛的吗 不像是经商 没有商人的圆滑精明 也不像是考取功名的读书人 没有斯文贵气 那就不可能是哪家薰贵的姑爷了 你的自信和傲气 打哪来的呀 你不需要知道这些 你只需要知道 我会让你和孩子们吃喝不愁 一食无用 这就足够了 不够 我们又不是宠物 有着你想要就要 想丢就丢的吗 你要是能让官府袒护你 从我名下把孩子要走 算是你的本事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的心思我也知道了 请回吧 咱们公堂上见 你要跟我对付公堂 真是可笑 像是 你知道衙门的大门往哪开吗 我给你最好的选择 你不要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